總統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的 同慶之旅去城過近美國洛杉磯 參訪雷根總統圖書館 他站在柏林圍牆遺跡前 引述雷根總統生前名言 發表談話 我們願意來共同促進去的 緩定和去的合體 我們也記載信號 那麼雷根總統的一句話 有一點制度我們來審視 他說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談的 除了我們的自由 跟我們的未來是不可以說什麼 這是蔡總統在美國台灣旅行法 通過後首次出訪 總統感謝美國政府 就此行過境所做的安排 並感受到媒體採訪更方便 隨行的媒體記者 可就總統過境的公開行程 正常發稿和採訪 也是不同以往的突破 隨後總統參觀雷根圖書館內的成列 包括自1973年到2001年 曾經服務過六位美國總統的 波音707型空軍一號 並和新墨西哥州州長馬蒂內茲 以及隨行訪團的成員 和媒體記者合照後 結束參訪行程 同情自立大成功 台灣僑胞以熱情口號 歡送蔡總統 搭機前往南美洲邦交國 巴拉圭 大成功 海外跡 或者開放 搭車 已可